每当齐保利高先生出现的时候 我们总能看到马头琴 他和马头琴在一起 马头琴和草原在一起 草原和家在一起 家和俄吉在一起 我们有请齐保利高先生和他的马头琴 你好 你好 请坐 你看啊 先要把琴安顿好 人才能坐下 对 我们每到看到您的时候 就是您和琴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说请您 请您的马头琴一块来讲咱们的故事 从您记忆里 对您影响最深的那句话讲起吧 我这一辈子 我就记住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时时刻刻 跟自己过不去的男人 才能办伟大的事 所以我一直就记这句话 要求自己 这怎么讲呢 什么叫和自己过不去 我的父亲他去世比较早 所以呢 我小的时候我在过去的什么活都干了 完了后我跟那些那个一起劳动的人们 拉马头琴唱歌 完了后那个舌也来 还有那个刺维 还有区区 那些那个过过 独来 好像他们很懂音乐 他们都听我的琴 我非常高兴 完了我的老师说 温公团来人了 他专门考试 拉马头琴的 你去吧 我就去了 我进去以后 我进去以后 在那坐着呢 我说这个人 怎么像列宁 头发一直没有 亮亮的 他说你会什么乐器 我说我会拉马头琴 你会唱歌吗 我说会 那你先唱个歌 我就唱它 那个团长一跳 好 你唱得好 那你把琴拉上吧 我就把琴也都拉了 团长特别感动 那个团长说 你跟我走吧 一个多小时 骑上马回来了 我母亲说 你去哪儿啊 我说我去 呼喉好特 我母亲说 太好了儿子 男子汉 应该是床 走吧 早前起来 母亲就把我送到了 这个乌鲤姬木人的河边 完了上面还有个 推船的一个老头 他看见我说 哎呀你这么小就离开家乡 多可怜啊 我母亲说不可怜 作为一个男人 你一定要时时刻刻 跟自己过不去 走到河的西边 回头一看 母亲还站在那个河的东边上 那时候秋天 草原上也很冷了 我看见母亲的这个 旧的蒙古袍 上面还有补丁的 完了这个蒙古袍的底下的这个 还风吹着呢 我当时我可能是一个很小 我没理解我母亲的那种 她的可能眼泪全掉在她心里头 现在想起来的话 我今年74岁 60年以前的事情 好像昨天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